1984年今天 中国女子排球队 在洛杉矶奥运决赛 直落三局 击败美国队 奪得金牌 中国女排较早前 已经赢了世界杯 和世界排球錦标赛的冠军 现在取得奥运金牌 成为女排的三年霸队 在女子排球史上 以前只有苏联和日本 是有过这项树荣 英国政府在1980年今天表示 8万6千个在英国大学就读的外国学生 有六成是由纳税人津贴 负担实在是太重 所以取消补助 连带本港留英学生 也面临学费大幅度增加 香港留英学生代表 因此到处奔走请愿 要求港府原作 到了81年4月 港府终于宣布向本港留英学生提供免息贷款 办法是申请人必须符合约刊条件 包括在香港特留相当时间 以及在英国攻读的是全日课称 对中国人来说 8888是非常好意投的数字 而香港中国银行新大厦 就选中88年8月8日这个日子 举行平顶仪式 楼高70层的新中文大厦 是由名建筑家贵月明设计 在当时来说是全香港最高的大厦 2008年8月8日 北京奥运会揭幕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 宴请出席北京奥运开幕仪式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以及代表 包括美国总统乔治布殊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和俄罗斯总理普京 胡锦涛致辞 欢迎各国的嘉宾读北京 见证中华民族百年梦源的历史时刻 他说北京奥运会 不单只是中国的机会 也是世界的机会 应该通过参与奥运会 弘扬、团结、友谊和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